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松的放置在付钱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准备知识 我们现在看一下脚下的重心 有很多教练组织说打球的时候 把重心放在前脚掌上 身体向前倾 那很多小朋友学球的时候就成了什么呢 后脚跟抬起来了 那么这样打球的话 整个人是非常不稳定的 因为刚开始学打乒乓球的时候 我们是不要求去动脚的 所以如果你的脚离地了 是吧 放在脚前掌上 你的人会倒 这样不稳 那么我们正常打球的时候呢 脚掌贴地就可以了 那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收复完腰以后 重心差不多在身前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不要往前太多 那讲到重心 我们打球的时候经常说 身体重心要压低 那这个参考标准是什么呢 脚位收复完腰以后 重心压低 我们的腰宽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这个寄皮带的位置 和我们球台的台面 基本上同高 或者略低一点就可以了 想要把身体重心压低 两个脚一定要站开 如果说你的个子比较高 可以稍微的 站开一点 更大一点 然后膝盖要弯曲 很多打球的时候膝盖是直的 你腹部去弯 没有用 膝盖要往下弯曲 整个人向前 这个和扎马步还是有点类似的 但是扎马步的时候 我们重心在屁股上面 在后面 这样坐着的 对吧 那打球的时候 屁股不能坐到后面 要挺起来 屁股 是吧 弓起来 身体要往前 往前倾 这个样子 你才能保证 打球的时候 重心是往前走的 而不是往后坐的 再一点 身体的重心是要进行转换的 并不说压在某一点 那么我们正常的 准备知识 重心是在中间的 身体的正中间 它是一个轴心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要进行转动 这个轴心进行转动 那么到正手的时候 重心并不说 全压在右脚 只说稍微的往右脚 偏移一点 是吧 沉一点过来 然后 引拍击球过后 重心也不是完全倒在左脚上 只说稍微的重心 往左 左边 倾斜一点 多 转一点 所以这个重心的转换 幅度 并不是说很大 有的人打球转得太大 反而不稳 轻微的转换 只有当我们需要 加大挥拍幅度的时候 这个重心的转换 才会比较明显 比如说我这时候 去拉球的时候 是吧 拉加转的时候 这个由下 右下 向左上前方的 这个幅度 就会比较明显一些 你正常的进他的摆数 重心只是一个 小幅度的调整 所以重心稳定了 打球才能更稳定 有的小朋友的个子比较矮 比如说五岁左右 开始学球 他身高只有一米左右 是吧 很矮 那这个时候 你去打标准的球台的话 你的手臂 等于要这样举着去打 打多了以后 动作容易变形 那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要么是把球台往下降一点 有剩降的球台 可以往下降低一点 要么就是在下面 垫一个木板 把木板垫高 垫高以后 让小朋友站在 木板上面打球的时候 也是这个标准什么呢 他腰宽的这个地方 和球台基本平行 然后他准备 引拍的时候 他的走关节 是吧 他手臂 能够高于球台的台面 能够高于球台台面 不会再到下面去 这样打球的话呢 小朋友练球的时候 他的动作就不会变形 的话 他可以听听听信息 他也想要不要 准备 GGYC 感谢观看